黃醫師怎麼看待這個 陳檢察官這樣的傳出 一開始看到這個新聞 是我妹妹 她也是在法律界 然後她傳給我這個新聞 然後上面的標題 就是美女檢察官 還沒有仔細看的時候 我妹下面的這個言論 就是我們也要好好穿搭 然後呢 我點進去看之後 就是這個驚為天人 馬上傳到群組 然後勉勵馬律師要好好傳搭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蠻 馬律師如果戴假髮 那個也會看到頭皮線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正面積極的事情 就是身為一個個人 因為個人處在的這個這個場域 可能會被大家用這個條條框框框住 比如說因為他自己說 這個陳檢察官他說 追夢路上本來就是荊棘滿布 那我想如果對這件事情 也許有一些質疑或者是說 有不同意見的人 非常有可能是不能接受說 為什麼檢察官的追夢路 是追這個夢 但事實上每個人 他的夢想有可能很多種 如果說每個檢察官站出來 都是說告訴你說 我要打擊罪犯 每個醫生出來只能告訴你說 我的這個夢想 就是要救治病人的話 我覺得那不真的是 這個世界的真貌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我很敬佩成檢察官是說 他是一個想要追求他夢想的人 他趁現在年輕健康漂亮的時候 他追求 他不是哪一天等到躺在病床上的時候 才在懊悔說 我現在在病床上要怎麼穿搭 一個真正在生病的人 是不可能去打扮梳理頭髮 然後去想什麼衣服的人 所以第一個 我其實為他現在的狀態 其實是開心的 他現在正有能力 然後他去做做看 比如說為了今天這個節目 因為要討論這個陳檢察官 我想說平常我也沒這麼認真 我想說我今天也好好穿搭吧 然後結果在那左思右想 之後後來發現 穿搭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真的很難就還好吧 那還是穿洋裝都不要想 穿出來就好 所以也就是說 你看到的那個陳檢察官的穿搭 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力 那個是他一定從小到大 或者是你不知道什麼一個契機開始 他就對於這個服裝的眼鏡 歷史要怎麼打扮 你看穿在別人身上好看 然後穿在自己身上會好看嗎 富裕三代才懂得吃 是 換句話說 他今天這樣的打扮 不是一戲之間就會了 就變這麼好了 而且這種熱忱 這種勇氣 這種自信 事實上他選搭了很多款的衣服 假設說是我這種身材 我這種身高的人是不能夠的 所以他非常知道他的優點所在 然後他有勇氣去把他的優點呈現在 這個世人面前 其實如果考慮到別的世人的心態的話 世人只想要看到一個打擊罪犯的檢察官 比如說新聞的一開頭是寫他破獲天盜盟的 這個毒品案 可是事實上他想要呈現的優點 非常有可能是我不是只有這個優點 就比如說像舉我自己 我可以更感同身受 他是說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喜歡我 可是他會建議我說 黃醫師 你是不是可以只討論醫療 因為我有時候我的直播 是非常的開放性的 就是我可能會說我買了這個東西 然後我再吃這個牛肉麵 其實我喜歡的是 那一個很自然的直播 我不要設一個樣子 然後讓你看到是符合你喜歡的樣子 因為你喜歡的樣子 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就很感受到就是說 那他真的是很有勇氣 這個檢察官雖然他這樣穿著 可是老實講他績效是很好的 不然就是說如果他心裡面 得到這樣的滿足 那這樣的舒適 但是搞不好他可以更好的績效 對不對 那搞不好就是因為這樣才破獲天道猛 沒有自信 因為很好 大家不知道穿著打扮 有時候不一樣的那個感覺 我如果有餘力 就是小孩子正常沒有生病 我好好的這個穿著打扮出來 所以我那一天的 我覺得我的那個力氣跟精神 可能是不一樣的 瞭解 那崔芬老師來講一下 就是這有沒有涉及到他性別的認同 他的裝扮的樣子 其實我之上的時候 還遇到蠻多種不同類型 會做異性的一個裝扮 那其中有一種就是性別不安 所謂的性別不安 就是他從小 他就覺得我的生理被放錯地方了 就是我的身體是一個男生 但是我內心是一個女生 所以我好像被裝錯 屈殼了 是 那這種就比較屬於我們專業上叫做 性別不安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是這樣 你覺得他是性別不安嗎 我覺得有一點點相似 因為他的外殼是男生 對 但是他內心是有一點女生 生理的性別是男生 但是內心的是女生 那像這樣子 他就會比較不一樣 他從小就會知道我是一個女生 那他剛剛有說 追夢的路 荊棘滿布 我想他可能從小 那像這樣的小孩 他們從小就很想 喜歡做異性的打扮 然後喜歡玩女生的玩具 異性的玩具 洋娃娃 那有可能在小時候 你想要玩洋娃娃 芭比娃娃 有可能就是會被制止 說男生玩這個像什麼樣子 他喜歡玩女生的伴家家酒 是 喜歡玩女生的活動 然後從小可能不那麼喜歡男生 跟會覺得男生髒兮兮的 或是感覺到不舒服 他們沒那麼喜歡玩男生的遊戲 一起打鬧 所以他就會感覺自己 就是像女生一樣的優雅 或是喜歡穿女生的衣服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慢慢的長大之後 什麼時候會最痛苦 最痛苦 最痛苦呢 青春期 因為青春期的時候 你的第二性針就開始發育 小學階段還沒那麼痛苦 到了青春期之後 我遇到很多都是在青春期的時候 開始極度極度的痛苦 甚至於憂鬱 人群未必 然後會感覺到 就是會有一些不好的念頭 會出現就是在青春期 因為你第二性針開始長了 就開始發育了 那如果你不喜歡你自己身體的時候 這時候的那個痛苦的指數真的是爆表了 所以常常他們會有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很憂鬱 我補充一下 因為檢察官有發文 他說事實上呈現給大家看到的一切 我們剛剛給他看照片 都不是看起來那麼容易 顯然他曾經經歷過很不容易 他又說有好朋友跟家人的支持 是件很重要的事 剛剛志偉有說他的家人支持他 但是他掛糊 當然也不是每個家人都支持他 對 沒錯 沒錯 但是追夢的路上本來就經濟滿布 顯然他被刺得滿身之喪力 不是嗎 他還說原本就已經抱病的身體 因為突然而來的壓力 而更加惡化 所以已經沒辦法顧及那麼多了 換句話說 他把這個照片撲上去以後 其實他承受很大壓力 對 他本來就身體就生病 然後他說我的人生在這兩天 已經遭到相當程度的震動 可見我們這個社會上 不認同的聲音很強大 是強大 他說在忙碌中 我得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 及因應之道 他有點嚇到了 我猜 所以不保證可以每天更新 不過我還是盡量 我們鼓勵你 因為你的化妝數太好了 我們支持你 支持你 你的穿著 你的姿態 都非常的 非常的棒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歡迎收看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